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民进党在这个旧扁联署书上面 对于陈水扁弊案的一句话叫做 陈水扁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约束好家人 做这些事 他没有约束好的家人 最近拼命的叫他认罪 所以苹果日报才有所谓的大逆转的说法 为什么叫做大逆转呢 因为一开始就像民进党所说的 陈水扁所说因为没有约束好家人 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 那所谓没有约束好家人 表示这些事都是家人做的 那这个家人呢 一开始大家说都是吴淑珍 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吴淑珍 才会做出这些事情 他都不知道 陈水扁通通不知道 然后陈志忠跟黄瑞敬也都说是吴淑珍 那陈志忠跟黄瑞敬在认罪的时候 还帮吴淑珍跟社会大众去道歉 原本该认罪的似乎是吴淑珍 没想到现在没有约束好家人的陈水扁 却被他的家人要求他认罪 这是一出这个连环剧吗 蛮奇特的 辉文 没有这种可能 我举一个这个中信兄跟邱毅都很熟的人 就赵玉珠赵介明父子 怎么认呢 是标准的要扛 赵玉珠说都是我 因为赵玉珠身体状况不好 那他也要保护他的赵介明 大大生要保护 在把庭上就讲 赵介明不是我 不是我 赵玉珠说都是我 都是我就是我啦 还痛骂赵介明说 你懂什么股票啊 赵介明说你不懂股票啦 赵玉珠通通扛了 可是结果是什么 刚却委員讲的 跟一审啊 这一审二审都有罪喔 连跟一审一样有罪 跟一审赵介明判7年 赵玉珠判9年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样推来推去是没有用的 这一审则也不知